大家都想搶殘劑 但是從昨天宣布說 可以打殘劑到現在一天了 那麼陳時中今天向醫護道歉 他說他也強調這個殘劑的施打對象 關鍵在於要究竟 殘量的問題 殘量就當然大家都很困擾 那也非常謝謝 也非常謝謝醫護人員的辛苦 都要相關的造冊 那第一個大概就是要能夠來接種 那一定是用殘量在接種 那一定是究竟 究竟 那所以太大範圍的確實你也來不及 到時候時間上也非常的趕 然後第二個這個量都很小 我們只是盡量避免它浪費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如果規定的太過於細 那其實就達不到我們本來就是說要讓殘餘量 能夠做最大的運用 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所以增加醫護人員的負擔我們非常的抱歉 但是有適時的一個困難 那 民眾也是究竟 因為確實你離得遠的話也都沒有 到時候都通知上 有造成很多困擾